歡迎收看 醫師好啊 醫師好啊 大家來四位帥哥美女 好的 醫師團 歡迎 我們今天三位特別來賓 嗨 有一位女王有分享 她從小洗澡 媽媽就會教她要戳那個汗 那滷汗啊 她一人滷汗啊 對 那她就一直以為這很正常 那有一次那個男友出車戶 她就幫男友洗澡 然後發現她腰部有塊黑黑的 屈味 用力一戳 就變超白 好有本教 現在還有人不知道陸汗 對啊 我們以前那個叫多叫什麼 那個叫多叫什麼 現代技工 不是 以前我們都戳一戳 還會戳成一坨 叫什麼 五分珠還叫什麼之類的 好噁喔 真的 真的 好噁心喔 黑藥丸 我其實黑藥丸 吃五分珠 好噁心 好有味道 但現在年輕人可能聽不懂 現在不會了啦 但其實那些汗呢 主要是脫落的皮膚的這個碎屑 對 灰塵啦 然後汗這些物質 所以如果錯太過分 反而會破壞皮膚的這個屏障 過多或不急都不好 對 那你皮膚就會容易乾癢敏感 對 好了 我們今天就來聊一些相關 清潔的問題好了 好 聊三的問題 那我們今天一看這樣一個陣仗 是 還有棋子在那邊 對 今天就是來搶答了 搶答 你玩 那我今天跟小Call好了 好 好不好 來 洆湞 好 好 到這邊一定會答對 還有那麼厲害對 好 我們馬上來進去我們的第一題 來 小婷最近被同學傳染腸病毒 請問下列哪個消毒方式 能正確預防腸病毒 一 用昨天稀釋過的漂白水消毒 二 用酒精消毒 三 用紫外線燈消毒 哇 這題太簡單了 太簡單了 你怎麼站那麼近 嘗試 去嘗嘗 等一下 去嘗嘗 太棒了 你怎麼亂掉 真的不行 你有這麼想贏嗎 採清一瓶 你就要把他弄過來 用生命搶 洆湞妳有什麼這方面的經驗 因為我跟妳說 我們家小朋友就是很愛吃手 他就從小就是不知道在焦慮 妳有那麼大的壓力嗎 小孩子 我沒有給他很大的壓力 可是我大概從五歲之後 我沒有剪過他的手指甲 我都不知道指甲怎麼剪的 然後他永遠的指甲都比格格短 他搖的 我沒有看過他拿指甲刀剪 他也不給我剪 可是指甲都很短 後來我才知道他都是用自己這樣搖的 我就每次跟他說 不要吃手 不要吃手 結果果真 因為常常吃手就染上腸病毒 你一定會的 他那腸病毒嚴重是 他那時候喉嚨裡面破了好幾個 全部都是水泡 然後沒有辦法吃東西 然後上吐又下瀉 然後又發燒 然後那時候我為了照顧他 我就是把他放在跟我一起睡 我因為他這樣一個禮拜都沒上班 就是為了顧他 然後後來就是發現 就是因為他常常吃手 並從口入嘛 對 他幾歲 他現在已經13歲了 但是其實還沒有完全改掉 所以他還咬手嗎 現在還是會 他又偷偷的 趁媽媽不注意這樣 很難改掉 跟你講你哪天拿顯微鏡 把他的手 放大 摳一點東西 放到你們下 上板萬次細菌 是不是很有用 對啊 因為那個真的很怕 你們剛剛搶到了 你們選擇是 小Call覺得 因為你們有小朋友 對 我沒有小朋友 那你猜在覺得 我覺得2跟3都有可能 但應該是2吧 2絕對不是 你真的是 有確實沒有用 那就是3 你一講就是錯了 你把錯的都講出來了 3 3 3 1好像是要看什麼病毒 好難喔 對啊 這3又不是要怎麼用 但是你不覺得 如果用3紫外線燈的話 就要照很久 那目前是家裡面 有沒有紫外線燈 對啊 沒有啊 這很簡單的嘛 我看過那個診所 他們有為了要消毒 他們真的會放 那是診所 那就1 你要講 所以會不會是有用 好 那你選... 對 因為我覺得要不然就是要 家裡很少有 沒有 我已經講到這樣子了 那我就1 因為西式 一般我們都這樣消毒 沒有用 沒有用 那就3好了 我在診所看過那個燈 我覺得醫生放那一定有他的用 是 那你覺得3 錯就錯 好 妹妹是 對啊 好 3 不行我們 來 我們請瑋莉 小兒科醫師來幫我們解答 正確答案就是 Yeah 是 那醫生放那個燈 真的有他的用法 是吧 是吧 它真的是可以殺菌 我們先講 那個腸病毒最好的 一般的建議消毒方式 就是用 西式的漂白水 是啊 對 但是這個題目 你看它多了幾個字 昨天 漂白水本身是用它的 次氯酸鈉來殺菌 對 那這個次氯酸鈉 是會 所以泡完一般24小時後 它的效果就慢慢差了 殺菌效果就減弱 我們都沒有注意到 所以它如果寫用未來 這題講 對 無聊 用明簽 是 所以其實我們在衛覺 門診在衛覺 都是用西式漂白水 就是用10CC泡一公升的 10CC的漂白水 泡一公升的清水 這樣子去擦 不可以噴 因為它這個刺激性比較強 直接噴在皮膚上 眼睛都會不 開玩笑不行的啦 對 是拿來擦試用 所以這個 但是隔天之後 它慢慢的效果就變差 所以要用的時候 要再重泡就對了 OK 那第二個酒精 很多病毒 它都有穿一層外套 叫套膜的東西 那可是像這個新冠 流感這一類 呼吸道的常常都有效 用酒精 對 用酒精就有效 但是在 腸道的病毒 很多都沒效 腸病毒就是其中之一 所以用酒精洗手 是沒有辦法預防腸病 這個很常會講到 那紫外線 其實紫外線是 幾乎所有的生物 都會都怕的東西 旁邊有皮膚科醫師 問一下就是 他們最大敵人就是 那個紫外線 就像我們最大的敵人 都是病菌一樣 那紫外線其實會殺死 所有細菌病毒 但是對人體也有傷害 所以用紫外燈消毒的時候 一定要切記就是 人不能在現場 對 院子中心也會犯啊 對 它造成到皮膚 甚至都可能癌病病都有可能 那眼睛受傷更多 第二個是 有照到才有效 所以你有些皺褶 或是沒有翻面對它的話 其實 所以我們在用 紫外燈消毒的時候 都要把旁邊 稍微近空一下這樣 這是很重要的 其實最近 腸病毒還是高峰 前一陣子就是有個小朋友 他大概一歲多 媽媽帶來 他就是說 這個媽媽其實是非常小 因為她是第一個小朋友 那她從來不會讓她去 跟其他小朋友接觸 那帶去公園 都趁沒有人的時候才去 而且媽媽從進診間 她隨身就帶著一瓶 西式的漂白水 那看起來就很專業 因為她也跟我說 她知道怎麼泡 那她甚至坐椅子 都要先噴過椅子 才要坐上去 這麼小心翼的媽媽 她就說 那我小朋友怎麼會得腸病毒 那我跟她講 其實腸病毒可以在室溫中 大概存活六個小時 她也說她都有用 這個漂白水去擦 那我就說 那你漂白水怎麼泡 她是用100cc泡10公升 然後每個月月初泡一次 用到月底 所以大家這樣就知道 為什麼剛剛反應是錯的 對 她大概第一天是西式漂白水 有用的 對 第二天以後就是 帶水出去而已 對 對 對 所以這個預防上 這要很小心 那小朋友得腸病毒 真的很痛苦 剛剛講就是整個嘴巴破了 吃不下 對 剛剛洆湞講 我們一般都建議 吃的東西怎麼樣 布丁 豆花 冰淇淋 優格都很好 都是小孩愛吃的東西 那如果真的還是不行的話 我建議是可以含個冰塊 因為冰塊融化就是 多補充水分的意思 對 那那些疹子的話 可以拆一些質量比較高 那這樣就可以讓它舒服一點 度過那個七天的痛苦形成 是 因為只要有一個 小孩不出去也不行啊 對啊 太差勵 只要有一個小孩得了 全家人也可能都會 是 是 其他小孩一起 好 是 好 所以剛剛 你要看到現場 用昨天西式就不行了 來 我們接著我們下一題 內褲梅清潔好容易 造成細菌滋生 感染 請問下列哪個洗內褲的方法錯誤 一 使用弱酸性洗劑 二 丟洗衣機洗 三 精血用雙洋水洗 請搶答 來 妳很快 很快 很快耶 很快 他用拳頭給我一拳耶 你有沒有這麼想講 你的反應怎麼那麼差 很快 是我來好了 這一題用刪去法 是 對不對 來 小蔻我先講 因為你刪去的 就是問題 就是答案 就是答案 就是內褲沒有清晰 錯誤洗內褲方法 錯誤的喔 錯誤 錯誤 我覺得錯誤應該是 第一個妳覺得最不可能的 我覺得用弱酸性的洗劑 應該是對的吧 對啊 因為二絕對不可能 對啊 因為那細菌全部籃蠻之後會 是啊 所以我本來想說 二是錯的 因為 錯誤的方法 雙洋水肯定也是可以啊 所以我覺得是二 因為都混在一塊 錯誤 錯誤喔 所以有兩個是對的 我覺得一跟三是對的 來喔 是不是 變聰明了喔 對 妳需要考慮那麼久啊 那媒體都要分析一下嗎 對啊 沒有 那第一句 來 舉牌 好 我覺得是二 雖然說大家都往洗衣機丟 可是洗衣機 丟洗衣機直接洗 對啊 可是他會 要先錯一下吧 要不要有陷阱說 如果你有用洗衣袋什麼的 對啊 要先用手指 來... 這一題我們就要請嗎 余三 錯 所以丟洗衣機是不是錯誤的方法喔 來 錯了你沒有選擇的機會 一跟三 一跟三喔 二選一 驚血用雙羊水洗 雙羊水洗 感覺是那個傷口 不是 可是雙羊水 就是可以把那個啊 驚血的那個化掉啊 用我們驚血髒的化 我不是不知道 我們沒有驚血 沒有 你在看那個 你沒有 你在看那個啊 你對著我講 我不知道 但是真的好像就是會用那個洗 弱酸性 因為我知道弱酸性是洗妹妹 但可能不是拿來洗內褲 妹妹是弱酸性 對 妹妹是弱酸性 所以呢 對 我選一好了 錯誤的方法 對 錯誤的 好啦 因為那是拿來洗妹妹的 來喔 我們辣麼厲害的選擇的洗 來 一 來 余三 沒錯 正確答案 好正確 很有概念喔 因為剛剛是說弱酸性嘛 那也是個陷阱 因為我們私密處是弱酸性有環性 所以大家會想說 它是不是要弱酸性的洗 但是其實因為弱酸性的洗劑 清潔力不太夠 對 那我們私密處常常會 就是內褲會沾染一些 就是分泌物 那分泌物都是蛋白質 對 所以常常就是 如果用弱酸性就洗不乾淨 就容易自成細菌 是 對 所以就用一般中性的清潔劑 就可以了 對 那第二個答案 洗衣機是可以的 就是你只要分其他的衣物 分開洗 然後洗乾淨就沒有問題 很無聊的 所以丟洗衣機是沒有問題 對啊 陷阱 那你要傳出來 一三道精血 也可以丟洗衣機洗 不行 你拿洗不乾淨 對 他剛剛說三 用雙羊水 先把那個精血分解掉 對 清潔之後 你如果要再丟洗衣機 也沒有問題 你把它洗乾淨就OK 但是因為內褲 如果真的沒有洗乾淨 也會發生很多問題 就是真的 內褲是接觸我們私密處的皮膚 直接接觸嘛 所以沒有洗乾淨 可能會造成私密處的皮膚炎 然後陰道炎 然後甚至 男生的話就有龜頭發炎 然後或者是肛門附近 都可能發炎的狀況 之前有遇過案例 就是三十幾歲的女生 她就說她很不舒服 然後來看診 你就發現她私密處都紅腫熱痛 這樣子 那一看就是 是接觸性皮膚炎的狀況 那其實一問 就發現她愛乾淨 然後想說 那私密處的 就是內褲要洗乾淨 然後要消毒 她就會用漂白水去 焦毒 浸泡 對 可是 浸泡常常就是 如果你沒有把它沖乾淨的話 那我們私密處皮膚又比較 焦嫩 對 那如果是接觸到皮膚 對 接觸到皮膚 它就更容易刺激到 她私密處的皮膚 那就造成她就是 接觸性皮膚炎 然後後來就建議說 就一般的中性洗潔器 把它洗乾淨就可以了 然後之後 她皮膚用藥物治療之後 她症狀就改善了 是 然後想要問一下 就是我有朋友 她是每 譬如說每個月 可能會把所有的內褲集中 然後用鍋子煮開這樣子 不是 什麼意思 這也是消毒在皮的概念 這也是消毒在皮的概念 她好像是抹布吧 沒有 她真的就是有一個鍋子 專門每個月是來洗內褲 跟我一起搬的 好可怕 如果是要煮上 它是可能是為了要消毒清潔 但是重點是裡面的分泌物或什麼 你還是要用清潔去把它洗乾淨 而且請問煮完 那鍋子在哪裡煮 煮精湯 沒有 這專門是煮內褲 煮完又要再煮劑它 對 有那個有鹹味的 不是 第一個 第一個它的方法就錯了 一個月 累積一個月再來 對啊 裡面什麼衣服都是好重 對啊 內衣褲就是 就是可能過幾個月 如果用過就可以換掉 換新的這樣 內褲也有更換的比較好 尤其有發霉 黑點 真的有的阿嬤內褲 我來看皮膚科一脫下來 六十年之類的 沒有辦法想像中洗溝 然後我就說阿嬤你這內褲可以換 她說 沒破 她都不想換 妳也穿越舒服了 不行啊 她不行 現在 妳看看 剛剛答錯一下變平手了 對啊 我不要聽你的了 別忘了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並按下小鈴鐺 看我們最新的影片 如果想要收看更精采的內容 記得選旁邊的影片喔